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一集 悠扬的钟声在云间来回飘荡 作为三千世界的钟心 洪荒五步周也迎来了一日的清晨 太阳星自冬天升起 众星隐退于天穷 东盛神州西北 临近钟神州的一处不齐眼角落 一座润薄丝伐的大阵 宛若道寇的琉璃碗 将数十座翠峰照在其中 阳光照耀下 大阵阵壁折射出淡淡的七彩光芒 一股股肉眼可见的灵气 在阵内来回飘荡 山巒处仙情灵兽欢喜其中 云雾间偶有几道身形惊鸿一现 鸟鸟清烟起 丝丝闲月落 一些林间阁楼旁的空地上 也有不少人影盘坐土纳 腾飞漫舞 凑成一幅仙山景图 伴着尘光 有朵白云自东海边缓缓飘来 静止飞到这座大阵附近 云上站着一高一矮两道身影 高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道 他带着一名八九岁模样的灵秀女童 白云悠悠心悠悠 清风半左何须愁 便听老道开声而歌 鸿蒙开辟龙凤杰 万元千惠 谈之过 不见仙台登陵阁 只闻重宵 旧华歌 渡人渡己 渡忧和 小人孝神 小灾祸 问君何以 选故离 先贤折谷 得运落 灵娥 你且听好 话自上古巫妖大战后 天道大兴人族 我人族练气势 渐渐占据 除北巨卢州之外 大多之地 遍布三千大势 无数小千世界 但南善布州 因是人族气运之所 故限制我等尽出 此地乃东圣神州 三界一等一的修行之地 灵娥 你瞧前面这些仙山 是不是忠秀惠灵 十分的气派啊 那女童乖巧地点点头 满是灵气的毛子 轻轻眨着 还有些婴儿肥的脸蛋上 带着满是期待的笑语 她开口应答 声音宛若幼鸟出题 婉转动听 但总归带着少许怯懦 嗯 很气派呢 能在接近中神州之地 占据一处灵脉 咱们宗门实力 那是无比雄厚 老道颇为满意地 抚须而笑 得意间不忘甩了下扶尘 身着莲花小裙的女童 小声问 那师父 咱们为什么不去中神州 占一处灵脉呢 老道顿时被问住了 善笑了声 嘿嘿嘿 种神州之地 太多厉害人物 在那儿占灵脉 每天都不安生 倒是不如在此地 清静自在 灵鹅呀 女童像模像样地 拱手低头 徒儿子 今日为师 带你进此仙门 今后你要好好修行 不可有半分懈怠 争取早日修炼有成 踏仙徒求长生 得那份小瑶道国 女童头 女童头一歪 小声问 可是师父 您成仙了吗 老道捂住嘴 咳嗽了声 为师早些年修行 出了些差错 不过成仙 也就在这一二十年间了 走 且随为师入阵 你要记住 咱们道成名为杜仙门 开山始祖 乃当今仙神榜上赫赫有名的 西昆仑杜厄真人 所传道成为一气正天道 这是极高深的长生妙法 可都记住了 这可是你今后的根脚 不可忘却哦 嗯 突然都记住了 女童十分认真地点点头 老道甩了甩浮尘 驾着白云 朝着前方大阵缓缓靠近 手中也拿出了一只 巴掌大小的玉符 就见玉符闪烁出 盈盈绿光 护山大阵便缓缓 列出了一条缝隙 容老道带着女童 驾云入内 这对师徒刚进阵 几只白鹤就从云间 低掠而来 其上站着几名 身着道袍彩裙的年轻人 正是此时负责寻山的 门内弟子 他们向前 与老道箭里打了个招呼 口称奇缘石术 问过这女童 是这老道新收的徒弟之后 便踩着白鹤 潇洒离开 女童那双大眼亮晶晶的 导映着那两位 身姿婀娜的女弟子背影 师父 零娃什么时候 能踩着仙鹤玉空呀 待你练出了胸中武器 自可欲误而行 老道奇缘 抚须笑道 你见那仙鹤 其实都是一些法器所化 不要着急 修行要慢慢来才是啊 回师先带你回咱们封上 在为你办理入门主夺事务 虽说咱们一脉 如今只有你我师徒三人 但也在内门独占了一座山头 这着实是莫大的殊荣 七元说到这些事 那张有些不满风霜的老脸上 也露出几分傲色 女童的关注点 却根本不在独占山头上 她板着手指头数了数 三人 师父 可是咱们只有两个人呀 哦 为师这一路上 没告诉你吗 哎 瞧为师这迹象 七元老道抬头看了看 天上飘过的几朵白云 轻飘飘地道了句 你上面还有一个师兄 为师百年前守的徒弟 现如今也算是 能独当一面的良才了 就是 女童点了点脚 师父 您笑得好奇怪啊 灵娥 你一定要记住 七元低头 看着自己 刚从一处大千世界 捡回来的宝贝徒弟 面露正色 双目韵光 脸上的褶皱 似乎刚好凑成了两个大字 严肃 女童天资出众 也是颇为聪明伶俐 自幼年时 便知礼仪 通学时 见师父如此严肃 也立刻打起精神 专注听讯 老道突然又轻轻一叹 像是泄气了一般 低声道 你大师兄念工啊 也出了点问题 经常会胡言乱语 而且还有一些 外门邪道的论调 你今后可以找他 请教修行 但千万千万 不要听他说那些 做人的道理 为人除事方面 为师会着重教你 女童眨眨眼 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巧地点头应了声 嗯 嗯 突然知道了 老道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手中浮沉 对着前方轻轻晃了晃 瞧 这就是咱们的小穷凤了 顺着浮沉 挑起的尾间看去 就见在几座挺拔山峰之间 夹杂着一座 有点发育不良的矮山头 不同于山门内各处 雕梁画洞 藏鱼林 飞檐宝塔 挂尖顶的景象 这座山头更质朴 也更简单 像是一片平日里 少有人踏足之地 茂密的丛林中 能见到许多真勤走兽 经有的几座建筑物 就是在半山腰小湖旁的 两只草炉 以及草炉旁的几处药铺 老道怡然自得 驾着白云 带女童静直落去了半山腰处 又经过了一层简单的阵法 这里的阵法 只是隔绝外部探查的效果 因杜仙门门规限制 护山大阵之内 只有后山禁地 设置有防护大阵 落到茅庐前 白云自行消散 女童的布靴 踩在还沾着露水的短草上 柔柔软软 草木芬芳 伴随清风徐来 让她不自觉 陶醉在湖光美景之间 粉嫩的小嘴 经不住轻轻地赞叹 山中日光刚刚落下 小湖上波光淋淋 水中几条鲫鱼 带着精盈的水滴 跃出水面 仿佛是在给新来的小练气势 打着招呼 老道含笑观察着小徒弟的反应 朗声道 长寿啊 还不出来 见一见你师妹 女童下意识 看向了房门禁闭的茅庐 心底泛起了少许期待 仙门中修行的师兄 肯定是一位英明神武 风度翩翩的仙人 肯定像极了 自己从小听到的传说故事中 那些斩妖除魔的英雄豪景 然而茅庐安安静静 其内毫无动静 老道又喊了声 长寿 你在屋里躲着作甚 还不好意思了怎么 奇怪 气息明明是在里面 低难声中 老道拉着女童走向了茅庐 抬手推开两扇木门 一股奇异的药箱扑面而来 老道眼一瞪 看到了自己感知到的气息源头 那是一只摆放在木床上的小纸人 这一老一小 突然开始前摇后晃 老道面色一变 拽着女童就向外急退 又禁不住破口大骂 走了 是长寿佩的阮仙香 女童顿时感觉天旋地转 虽然被师父拉着 但立刻就朝着一旁歪倒 哇 水声 刚要倒地时 女童经不住 寻着水声看去 湖面上 一道修长的身影 正成冲天而起的态势 她只穿着一条黑色长裤 精壮且匀称的肌肉 在阳光照耀下 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湿漉漉的长发 甩出两道亮晶晶的水帘 阳光刚好 这青年那还算英俊的脸庞 映在那女童眼底 让她小脸瞬间窜红 但她尚未修行 如何经得住药力上头 不等完全摔倒 就彻底昏了过去 小脸依旧红彤彤 果然 是自己想象中 鹦鹉的大师兄 蓝灵鹅做个梦 梦里面 她被一位老神仙 收作了徒弟 还带回了神仙的住所 见到了一位 从水里面 跳出来的英俊师兄 好像这不是梦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 迷迷糊糊间 蓝灵鹅又听到了 自己师父的嗓音 只是此时的师父 有点凶悍 跟自己印象中的 慈祥老神仙 相差甚远 混账 翅膀硬了是不是 现在连师父 都敢算计了 着地下来的 我应该是一位老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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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